习近平2019年1月2号的时候 说了什么 要对台湾一国两制 我当时我听了的时候很伤心 台湾一国两制 我当时就发了一个 在领书上面 菲布斯上面发了一个帖 我当时做了一个比如 习近平如果说 把台湾以像香港那样一国两制 比如就是一个 连一款 这些不都没有的 乞丐 无赖乞丐 去问一个亿万富翁的人 把你脸嫁给我好吗 你说这可以吗 这做得到吗 这是不可以的 在我们在中国的所谓的 我们一些平民的心中 就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灯塔 是我们所谓的能 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希望 如果台湾如果在一国两制的话 我估计在如果 像香港那样一国两制 但是我认为中国 我们中国平民 一点点盼望都没有了 现在还总在想 台湾是自由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台湾 我当时感谢主任 穆斯梁带我去 那个宜南的时候 在宜南看那边 太平洋的那高山 当时我 我知道我对着那个太平洋 祷告 对着那个高山祷告 我看到台湾 我说如果我下辈子的话 我都想 嫁到宜南过来 如果台湾成为中国的话 我真的不希望台湾 我只想到台湾成为中国的 我就想到中国对我的迫害 我就想到中国在境内 境外对我的迫害 如果台湾成为中国 到时候像我们这样的 都不知道可以往哪里跑 可以跑到哪里 好